叫好禮哦 叫好禮 當你懂得了體諒 你的生活再也不會惆悵 當你明白了這道理 你心情將會更開朗 專家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 有一首歌的歌手說 我們的醫生現給你們的家 這好像在形容 有今天的主角 蘇州防媚世界 她對一個不會寬恥的小姐 結婚之後變成一個大小的事情 都會發落的媽媽 一世人都在為這個家庭付出 現在她總算為自己 找到一項想要做的事情 那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就趕緊來看 今天的故事 我工作行程都是做環保回收 就是一天送兩三趟 最少都一趟 最多七趟 她過年的時候都是六趟 這樣每天都還要推這個鞋鍋 對 以前你不要年輕 現在五趟五回 有時候不好推 這個輪胎不是統一台的 這個地方少了一個 少了一個 它就比較會晃 你好 你有這個愛心也是一樣 對 這個我拿走好嗎 可以啊 這個大的鈴著 大的鈴著就好了 這個呢 那個 留著好了婆婆 好 現在快過年了比較多 好 我來去後面回收 以前是比較廣 就是五樓 像以前那個胡師兄 他身體好的時候 以前我們都是五樓 三樓在收 現在就是範圍比較少了 就是說 幾乎他們都是旅長換那個環保袋 就比較少了 現在只有說 蘇永師姐那裡 還有他們樓上的 還有我們這個安親班的 就這樣的 女兒推上去的 對 好棒喔 你都不搞 昨天吧 那個就是 我女兒那裡中午去戴的 還有那個 昨天去買水果 有了水 拍不進去 拍不進去 不好嗎 不好 這一趟再得完嗎 這一趟再得完嗎 這可以了 可以 沒有了還有 還有還有 等一下好了 還很多呢 那等一下好了 好不好 那這兩車 再來一車好了 好不好 好 這是我們最好的 作用師姐 最精進的 我們是同學 我們是一起 培訓的 我們同一級的 其實她以前是跟我同一公司上班 但是我沒看過她 同一次又是髮青 賣二手 她非常熱心 然後很勤快 很勤儉的一個師姐 不管是吃雨啦 下雨啦 大太陽啦 她一定都是推著這個車到次再弄 她自己會安排她自己的時間 像她做這種推車子這個 她是有空她出去推 這個她也對家裡的工作方面沒有影響 這裡來講她家裡人士是非常多的 你看她家裡的事 大大小小都是她一個人在承擔 她自己在做 所以她真的是偉大的媽媽 然後賢妻良母 這個她都做到了 Kill 娜菲菀 你會離開 韓國 美男女 寶櫻 絕拼 毛孿 都被人當勇悠 知道一家人可以可以到生活的幸福 所以就算結婚了 生活又知道怎麼辛苦 家裡的大小東西 她也都自己歡樂 目的就是希望生死 可以不用擔心出來 小孩也能夠在到更好的生活 我這炒蛋要做包餃子 都會煎豆腐 我是放芹菜 還有生薑 粉絲 大玻璃菜 我們家師兄包的山東人吃餃子 年三十就要包很多餃子 叫做圓寶 我們又不是說像人家說 大把大把錢拿去花的 我們在省吃減用 過得也還蠻不錯 我們家師兄也是蠻節省的 老鄉說放油條包 嚼一嚼很好吃 這個也是好像等於油條 麵皮 等一下拌一拌 來 兩把條根拿去 來 他腳會包 我放粒 他放在地裡就好了 我這樣包法就是被房人包 就這樣 我粒沒那麼漂亮 他粒沒那麼漂亮 包這個水餃 我這樣包 餃子多了 別灰呀 你帶在北方的話 男人包餃子就這樣包 女人包餃子 他也算花了 像我們 我們在台灣是 想吃就包就是有了 我們這種家庭就是這樣 你不吃苦 那倒不行 那就真門頭啊 他姓啊 擦幾塊菜啊 煮幾塊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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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就這樣子啊 他都是住在部隊嘛 憲兵司令部 這樣子 都是我一個人在家裡 顧四個小孩 以前嘛 比較單純 不像現在 你小孩子帶出去 還怕被人家帶走 以前 管你去哪邊 晚上回來 你肚子餓回來 吃飯就好 他是顧慮人家 討慮人家 我們兩個都要負責 他 算是 我不回來 他完全他要負責 就是這樣 大家那塊兒 你就是捲贏的是很 很苦了 是不是 那塊兒 當一個上司的話 才幾百塊錢 以前 跟我們 我們 守個父母 當然 他為了個家 付出了很多 好了 也滿了 OK 不香 我有放生薑 好像沒有拌均勻 這樣子 就是說我那個生母家庭 比較窮困一點 沒有想到福 所以我自己想法 當然是說 祖孫三代 你看看和肉融融多好 盡量我能做到 做母親的責任 我就盡量走 像我們以前小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會要做好啊 也是一樣責任感 所以我就說 再怎麼樣 也賺一點錢 自己蓋一個偽裝建築 有個房子住 這個才是能穩定 才像個家 做父母的 心心黏黏都是小孩的幸福 只要小孩遇到困難 做爸爸媽媽的 都會盡力去改觀 2004年 蘇財的好心傳道 因為做工作不順利 生活遇到困難 看在蘇財的感染 他非常煩惱 他心想要替好心 解決這個困難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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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這麼快回來 感謝你 謝謝 感謝 感謝 還有一包嗎 還有一包嗎 謝謝 謝謝 來 接過 今天是每個月的 第二周環保日 大家來做環保 因為今天 他裡面 學校裡面 他整修 所以沒有辦法進裡面 所以在路邊上 比較窄 好幾年了 反正這裡每一個月的 第二個禮拜天 有 我都沒有缺席過 來 我來夾 好 好 好 小心 我兒子蘇傳德 他看我受贈 他也跟著來見喜受贈 他也是辭成 他是大環保日友來做 有時候就是跟車搬貨 做得都很開心很滑喜 那時候我兒子看我業也沒有成功 他心情不好 我跟我先生就盡量陪伴他 你心目沒有打開苦的是自己 高高興興也一天 你愁眉苦臨也是一天 當然是快樂一點比較好 就陪伴他 去山上走一走開心 也順便撿款吧 就這樣做不起來 主要是自己工作上的瓶頸 那自己也心態上 也沒有調適得很好 那當然正好有這個姻緣 然後約師姐 引我跟家母進入到這邊 我透過一步一步以後 我發現你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做人同事也好或什麼 這是對我來講最重要的 因為你的一些態度也變了 因為當你態度變了以後 整個人在思緒上或者是說 在你工作的態度上 完全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子 當你的工作態度一變之後 很多事情好像面向都變好了 都是看到你做什麼 Lacombe 讓我們做什麼 別管人說 你不覺得我為你 沒想到 你無的事 你不再相遜 我只是對你無的事 要 Indians去看 你也可以覺得我 你不能再相遇 你不能再相遇 我不是真相遇 你不然人聽到 菩薩們 大家都無量受福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愛個家景的新年快樂 目的是陪伴我傳德 所以那個新門打開 目的是為我兒子照相 好 帶著他 他也願意跟我做環保再環保 這是最好的 後來進了慈濟上課 後來受證 他心情也比較好了 就說媽媽 我也要來受證 我說可以啊 只要你這個法 你好好地走下去 就好了 蘇晟開始參加蘇晟之後 變成要不可以出來 還要做環保 時間大家不夠用 但是他不會煩惱 甚至過去參加 下屋主席拿球隊的資格 到三天照顧來參加外長的孩子 希望用八婆 讓這些孩子感受到更多愛更溫暖 因為慈蘭周六就是來打籃球 慈蘭就是要摸小孩子不要變壞 爸爸媽媽上學 那個上班 小朋友就放學 就怕他學壞 就來這邊打籃球 有師父師婆 可以幫助他 我主要就是幫小孩子 裝水 慢慢喝 你腳好了沒有 好了嗎 好 好 你要帶毛巾擦汗 滿頭大汗 毛巾擦一擦 媽媽 謝謝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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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不要客氣 你都沒有帶毛巾 師父不是講要帶毛巾 你看一身汗 我再給他裝水 就是小朋友他打球打得又來喝 才不會排長龍 我的工作就是這樣子 生活組 孩子多的話 大家都搶著裝 就不要來不及 去買冰塊 先把 這邊你把貼腳撞到就是 好 來 按住那個插樓去插 還是要還給師父 你的腳要給師父 來 往後一點 可以 手走開 我給你貓就好 複子拉高一點 這裡 這裡 很涼喔 很舒服喔 休息休息就好 很涼喔 好 小心一點 還很痛嗎 不痛喔 不痛喔 你踢到什麼東西啊 地板 地板喔 那地板翹起的那個 不是喔 他就這樣踢著就 下去了 就是說小孩子就當了自己孫子 自己的兒子一樣這樣子 兒女一樣 照顧啊 小孩突然之間多了那麼多孫子也是 就是很開心啊 小孩子有什麼事情 師父 怎麼樣喔 我們趕他幫他服務 這樣子 小孩子也開心 我們也拍一遍 那慈然呢 從以前到現在呢 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 他整個大北區呢 有十四個隊伍 那雙和區呢 是屬於第九年的 其實呢 我們這個籃球呢 是一個平台而已 真正的是屬於 我們是要邀約孩子來上人文課 那我們透過這個籃球的平台呢 然後大家一覺一樂呢 一起打球 那在於房妹的話 他已經在我們慈然也服務五年了 每次孩子只要打球 水沒有了 那我們房妹阿嬤呢 就會馬上呢 就開始 就幫他們加水 所以說阿嬤也在這邊呢 結了很多孩子的善緣 我等一下再請那個 你來一下 又威 這個又威真的也很棒 你講一下 我覺得你表現得很好 跟媽媽的態度也真的滿不錯的 而且就笑咪咪的 有達到不是嘴巴不好 我是心地很好 嘴巴也很好 真的是一個好人 剛才看影片有什麼感動沒有 行什麼 應該很好看 應該很好看 行善行笑不能等 大笑尊親 福祿能耀 好 感謝您 謝謝 感謝您 感謝您 人文課嘛 這些小朋友就是給他看一些 我們大愛的那個影片 他就是專門叫小朋友好的 他能吸收多少 他看著問打他就會打 就是師父師婆陪伴他 小孩子也打球打得很開心 就是說他也變成了很有禮貌 也很乖 好 因為你看他被人家辛苦了 可是他還能夠站在別的立場來想 你覺得好嗎 好 那如果萬一以後 假如有人對你 有這樣子的情況 你願不願意用更好的心態去面對這樣 願 他是以往既要顧家庭 又要工作的這時候 他沒有辦法獲得成就 可是他這樣子投入之後 他得到了一些 可能是從其他師兄姐 給他的一些正面的回饋 是對他有利的 對他是好的 他覺得他滿足 他以往沒有滿足 我想這個可能是有的 是用他的布 過去熟悉家庭負責 很少想要為自己找出什麼 這當他社會的助責 就像林董 最端的理念 各種無延宛出來的工作 就出來做環保 而且 現在他現在知道自己 聖誕的這個份力很重 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得很完美 今天好像不很多了 这样而已 今天不多 有得剪我就尽量剪 正好有碰上 人家会给我 我就说这样子 环保越多 我就越那个 越开心 因为剪得越多 就是可以救地球 也可以帮助上人 分担一点点 就是刺激人 这个一份工作就是要承担 没感觉是很辛苦 就是说环保没有做 感觉好像什么事情还没有做 有个事情还没有完成这样子 好 我们再去吧 其实在我不顺遂的那时候 他也希望说 有没有机会透过一个外来的力量 把这孩子引到一个正向的面向里面 那他也实际这样做给我们看 那我们当然慢慢慢慢 所以我们自己会从这样领悟当中 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做人同事也好或什么 所以难怪父亲他最近都会讲说 其实这个家撑得起来 就是要靠这样把它撑起来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他能心情地做 但快乐的生活 快乐的吃跟快乐的睡 我想这样子就应该是一个很完善的人生吧 就是他很爱孩子 太爱这个家 就是有一个责任感 所以我放心不下 就是说他有事业稳定了 做父母亲的人就不用操心 这个才是家 才能稳定 现在有开放一点了 我要做我的事情 就是我希望说我这个做环保 身体健健康康 做到最后一口气 家里就是这么要安安我们过日子就好了 照样嘛 反正我还能动就是好气 对数债来说 他这些人最重要的就是家来的人 所有的父亲都是围着这个家 想不到在家庭节眠完成后 还可以出来守环保 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让他感到您心真有家大老 草根菩提 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